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花 我现在在庐山的庐林一号毛主席旧居 带大家参观一下 去庐山游玩有一处特殊景点不可错过 那就是庐林一号别墅 这里原来是毛主席的旧居 1984年庐山博物馆迁到这里 这里原样保留着毛主席当年工作休息的房间 橙色等 大家都知道庐山上有很多精美的西式近代建筑 千字百态的别墅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以前拍摄过的美庐别墅 就是典型的欧式别墅 而修建于1960年的庐林一号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格外的简约大气 庐林一号位于庐山古岭东谷 背靠九旗峰面朝庐林湖 可谓山环水豹 环境上来说就已经绝无仅有 别墅庭院的面积达到了一万平方米 这条庭院里的小径在湖边延伸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灵阴碧日 非常的幽静 庭院里种植了很多珍稀的花木 比如说加拿大铁山 日本金松 水山 云井杜鹃等等 这个就是庐林湖了 主席快游泳 1961年夏秋 毛主席在庐山住了一个月 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游泳 1970年8月21号中午 主席刚上庐山 就在庐林湖里游了游 下面我们把镜头切回到建筑上面 进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别致的八角亭 这是一个休息室 亭子的四周都是落地的大玻璃窗 金亮透明 坐在里面 既可以欣赏到院子里 郁郁葱葱的树木 又不会被风吹雨淋 设计得真好 八角亭的一面 是与主建筑的外廊相连的 穿过外廊就可以到达主建筑的大门 外廊与主建之间的空地上 种了一些植物 我们可以看到主建外墙面 是简洁的淡黄色 窗框用的是绿色 与周围环境相互相应 庐山博物馆 门头也非常简约 没有多余的装饰物 这栋房子做东朝西 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 食材与混凝土结构 单层平顶 其坚固程度非同一般 别墅被设计成具有 民族特色的四合院形式 中间有个约 340平方米的方形 天井花园 天井的四周是内走廊 内走廊与天井之间 用大块的玻璃相隔 天井里种了些树木 还摆放了可供休息的石桌椅 这条内长廊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听说毛主席当年总爱在这条廊上来回踱步 思考问题 进入大门以后左手边就是毛主席的卧室了 1961年和1970年 主席共在这里住了两次 这个卧室的房间看上去特别的高大 奇特的是这个卧室竟然有两扇门 里面的城市特别的简单实用 听说都是当年的原物 最显眼的就是这张大床了 这张床也是根据主席的身高所定做的 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 卧室下边还有一条地道可以直通院外 房门也是特制的 十分厚重 具有强大的防弹功能 卧室旁边是一个宽大的卫生间 卫生间演示了卧室的简洁清雅的格调 洁白与墨驴相互映衬 再装饰以淡黄色的灯灶 很特别 有没有发现这个浴缸也是家常版的呢 这个是根据主席的身高来设计的 卧室与卫生间的隔壁呢 就是会客室 下来这里展出着一些 庐山会议期间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照片 当年会客室所使用过的老物件呢 被放置在展台上供人们参观 沙发 茶几 历史台灯 包括地毯 都是以墨绿色作为主基调 展示板上介绍着 1961年和1970年卢山会议期间呢 主席曾在这里多次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 商量党和国家大事 再来看进门处右手边的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呢 大约放置了十来把沙发和一张写字台 其中有几把沙发呢 是当年的原物 参观完庐林一号呢 不禁使人缅怀此老一辈革命家 正是他们呕心沥血 无私奉斗 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奠定了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集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ellington